現在真正原因還在調查 剛才你剛才說了表徵就是電纜斷了 天線斷了 集電工又損毀 暫時看到這兩部份而已 是 沒錯 昨天為何要搞四個半鐘維修 因為第一件事斷的位置影響了 其實受影響的其他位置 都說是有三四百米的地方 我們都要調教和檢查 做完這條調教和檢查之後 我們其他雖然沒有一個明顯的損毀的情況 我們都要重新去檢查 檢查完之後我們還要安排列車去試 然後才可以開發 我們都有一個很嚴謹的檢查系統 其實這些天選我們每三天都會目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異常 因為大家會明白 如果天線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以他們的專業 是可以作出一個直線判斷的